女警察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呢 所以我告訴各位就是說 這個男與女之間 男追女隔成三 可是女追男隔成三 我們大家都認為 很多人很哈他很帥 可是他都拒絕對不對 其實啊 有時候遠距離的愛情 要冒一點風險 為什麼呢 那個情人啊 情人要 人家說兔子不吃渦邊草 可是進水樓台先得月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手跟手之間的碰觸 我們不是常說會電到嗎 有沒有 你知道從哪裡電嗎 從手指頭的前面這個地方電 末梢 就是不小心摸到 而不小心碰到 然後多碰幾次以後 有那種觸電的感覺 就從那時候開始 同事之間 然後同事 而且他的女同事 表現得非常的聰明 沒有讓其他的同事覺得 他們兩個都是警察 他們是在按耐指紋的時候 有觸碰到嗎 什麼奇怪 可能因為那種女毒蟲很多 所以要壓著那個女毒蟲 可能女毒蟲 抓著那個男警官的手不放這樣 可是沒有人發覺 整個警察分局都沒有人發覺 他們兩個偷偷在一起 都沒有人 所以他表 意思就是說 在公司在警察局裡面的時候 表現的是 完全就是同事跟同事之間的奮計 他們是偷偷出去了以後 然後再開始去逛街 然後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警察局的 當然像排比市好了 排比市分東西南北四個區塊 他們是比較屬於南邊的 所以他們南邊就都不去 就故意去北邊 你知道嗎 對 洗溫泉或是幹嘛 我就避開這個地方 避免被同事撞見 所以同事也沒有人知道 可是他太太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他太太你想想看 太太飛到海外去 飛到海外去對不對 可以把鑰匙 那他為什麼沒有內鎖 因為他根本認為 除了小偷之外 不會有人開門嘛 所以他就登堂入室 全世界所有的小生的 最高境界就是 希望有一天能夠睡到 原配跟他那個先生的床 欸 真的喔 這是什麼心 可是太太為什麼知道 對 那個那是一種取而代之 我很想取而代之 又沒辦法取而代之 結果是為什麼知道 我跟你講 阿倫也有胖 你知道嗎 原來這個女警察旁邊的一個 那個等於說 50幾歲的一個女同事 她自己本身也發現不對了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手指頭跟手指在那邊碰觸 她發現有時候這個男警官 來他們這個單位辦事的時候 然後會不經意 偷偷的用手指頭 碰她的手指頭 碰那個女警察的手指頭 她有發現 被看到 對 她其實是很遮掩的對不對 那但是還是被她看到 而且她看到不止一次 她覺得不對 她覺得不對 她覺得再這樣下去 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所以她有時候 你沒辦法說她到底對還是不對 她偷偷的打個電話 通知她在美國的太太 所以美國的太太跟她講 你要小心喔 因為他們這個動作 可能會很親密 再加上你老公那麼帥 結果她老婆本來半信半疑啊 後來就想說 不如我就飛回來 測一次看看就知道了 騙老公說 美國飛加拿大 其實人已經在台灣 然後門打開進去 兩個正在床上 然後而且我告訴你 照理來講抓到對不對 只有她太太一個人知道啊 也沒有別人啊 她太太還直接到警察局來 跟分局長報告這件事情 所以分局長就說 這個事情很簡單 風紀問題嘛 你的感情糾紛 警察最怕這種男女感情的問題 跟外情嘛 很簡單 一個調最北 一個調更南 就想辦法把兩個人 調到不同的單位去這樣子 那所以這件事情傳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的震驚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講坦白的啦 如果不是已婚的身份對不對 男的帥 女的也漂亮 他們本來應該是天作之合 可惜因為她已經有老婆了 所以男人有時候不能太貪心 真的 好 來 講到這邊 我們先請許惡光老師 幫大家做一個塔羅的占卜 占什麼 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題目 來 1 2 3 4 5 五張牌 五個選項 憑你的直覺選一個號碼就好 好害怕 不敢亂寫 等一下秘密都被曝光了 惠子律師清選 5號 4號 1號 我選3號 2號 我也是2號 2號 那我要避開2號 啊 是不是要8了 你825的呢 那我選1號 2跟5都避不開 好 攝影師也要選喔 來 選好了嗎 選好了嗎 來 我們先告訴你 你選好了嗎 OK 來 告訴你題目是什麼 題目呢是 你內心渴望偷吃的指數有多高 哎呀 拜託 誰渴望偷吃啊 當然是啊 有人高一點 有人低一點 來 我們從2號開始來揭曉好了 2號是張老師選到了對不對 還用我耶 建文姐也選到2號 OK 好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2號這張牌 這張牌是教皇牌 教皇其實就是保守勢力 然後傳統派 所以選到教皇的你呢 通常是保守傳統 然後呢 能夠抵抗誘惑的 這張呢70分 真的非常準 825的張老師 您覺得呢 替你喜說冤屈了 多好 你看我們兩個多會選對不對 您少說兩句 那是西肝的阿美肝 他都給你賣個榴槤 不然以後我們節目好多畫面 可以剪出來 待會是指數越高的 就是偷吃的 慾望跟渴望越高 OK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3號 3號是黃老師選到的對不對 好 OK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3號的話 3號這一張是聖杯3 聖杯3的人基本上喜歡熱鬧 喜歡跟朋友 和在一起 你看三個女生在這邊喝酒 選到這張牌的人 是有色無膽 但是就是敢搭搭嘴泡而已 這張80分 80分 聖杯4 80分 就是這樣而已啦 感覺有一點不是那麼好聽的 都一定有的啊 這就很好啊 也是嘴碰嘴麻掉的那種 OK 嘴巴上講一講啦 然後呢 讚讚讚這個口頭上的便宜啊 調戲一下調情一下 但是呢 真的要做到什麼 非常非常深入的 要秀一下禁摩鐵的 我覺得這一張牌的人 還不太敢 OK 那如果說你選到的是5號的話 5號是蔡律師選到的對不對 對 觀眾朋友如果你也選到5號的話 這一張呢是影視牌 影視牌是孤獨的牌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一張牌的話 這一張呢是情感潔癖 絕對沒有辦法接受偷吃這件事 60分 好相思喔 好相思 這一張其實呢 我知道那個影視牌 這一張牌啊 它其實代表的星座就是處女座 所以呢 處女呢就是代表說 你其實呢是有一種潔癖的 你有一種精神潔癖 老實講呢 你也渴望浪漫的愛情 甚至呢有時候也會看看這一種 帶一點這種異色的這種 言情浪漫的小說 或者是異色的電影 但是呢 真的實際上要發生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人跟你沒有情感 的這個交流 恭喜瑞樂哥的老婆 OK 來這張牌呢是情慾正熱 然後要正確輸倒這張90分 這個在塔羅牌裡面 權杖它當然是代表體能 體力很好 然後呢情慾 然後性慾非常非常的旺盛 所以選到這一張牌的話呢 通常啊 只要它跟它的另外一半之間呢 的這個性生活 感情生活是有很正常的交流的話 然後能夠滿足的話 通常呢也不一定會偷吃 但是如果另外一半種是冷若冰霜 然後聚人於千里之外 然後呢 都故意借故推開你 告訴你它很累 那它就會有一點點危險 是 OK 好 那如果你選到一號牌的話 一號牌是篤靈哥選到 然後呢 廖老師也選到對不對 對啊 OK 準備一盆冰水 哈哈哈哈 那你降溫一下 這一張牌呢 是魔鬼牌 魔鬼牌呢 是代表呢 蠢蠢欲動容易上鉤 對它100分 哦 好可怕喔 我跟你講 選到這一張牌呢 太寂寞了 如果你一個人呢 可能呢 你真的有一點太寂寞 覺得會需要有人陪啊 那也喜歡一些 渴望一些刺激啊 然後新鮮的事情啊 那你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話呢 代表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間啊 這個情感的交流 可能已經太冷淡了 所以你的內心呢 有一種激情的渴望 這個渴望一直都在醞釀 只是說你還沒有遇到這個對象 那萬一如果遇到這個對象的話 可能就會 天雷溝動地火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好有希望喔 一根火柴 整個都燒起來 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靜止 好 來… 第一次阿姬師的事件 這個阿姬嫂就表示了 自己外面的事情自己解決 自己收拾 自己收拾 那這邊問一下惠子律師 你看過這麼多的外遇案件中 能夠原諒先生背叛的比例有多高 原諒 其實真的滿高的 當然越早期的女性越高 對 在近期像我們這樣子 就比我們更小的女孩子 要去原諒男先生的比例就比較低了 然後再講回來說 像現在這種 嘰嘰嘩嘩嘩嘩嘩嘩嘩 叫阿姨嘩嘩 其實後面最後還是會原諒 有 還是很多都原諒 我要講這個案例 這個女生我覺得她太偉大了 她第一次原諒她先生是 她們倆剛結婚的時候 那剛結婚 就發現她先生跟她的前女友 分斷乾淨 然後就發現她們藕斷絲連 這個女孩就跟她說 我還想念你 男生也說我結了婚之後 我也是每天腦海裡出現的 就是你的影子這樣子 然後被太太發現之後 我們第一個講的 為什麼女人會原諒男人 第一個是家庭的壓力 跟傳統的觀念 她們倆剛結婚 那女孩子的爸爸媽媽就說 我們才剛結婚 你要離婚太難看了 給她一個機會 那男生就已經下跪到 到這個女孩子家裡也下跪 然後她爸爸媽媽也都出面 來一起道歉 所以你是女生的爸爸媽媽 也在想剛結婚嘛 要不要原諒 好像應該要原諒的樣子 就跟她女兒講說 忍下來才剛結婚 你們倆交往的 也是不是那麼的久 她給她一點時間 去斷掉女孩 前面的女孩子 好啦 女生就忍下來了 然後家人還跟她講說 你要趕快生小孩 好啦 那先生確實有跟前面的女友 就斷乾淨了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 又復合就開始經營婚姻 然後大概兩年之後 就生了孩子 那你知道女人生了孩子之後 其實第一個在性慾上面 就沒有這麼強 第二個是因為照顧孩子的關係 所以在性識上面 也沒有辦法很配合先生 結果她先生居然又外語了 這一次不是跟什麼女生 就是跟妓女 就是我們講 她是用性交易的方式 那這被太太發現 是因為你知道 我是不曉得那男生 上的是酒店或怎麼樣 這女生就經常會傳簡訊來說 好久沒有看到哪個大王大哥 好久沒看到你啦 怎麼樣 她就會傳家訊息 然後這女孩子就發現了 就看到 你怎麼又開始了 那這男生也跟太太坦承 就說她是因為有性的需求 那每次太太就是很累 就睡著了 所以沒有辦法 那這時候 太太的行李的想法 她告訴我說 她是你的想法 第一個是 我孩子才剛生了 我又沒有在工作 因為她留職挺心的 那我不原諒你我怎麼辦 所以她有兩個因素 不原諒她 一個是我的孩子才剛生 第二個是我在當時 我是一個經濟弱勢 所以我得不得原諒你 好像我得原諒你 所以她就原諒她了 可是這個女孩子 也經過這個世界之後 她就發現 我不能老是只是原諒 我也不能老是讓自己 屬於挨打的地位 就是永遠我都脫離不了她 她每次歪語 我都只能選擇原諒她 所以女孩子就決定 我不要留職挺性 我不要照顧小孩 我就要去工作 所以她就去工作了 好啦 第三次了 第三次她現在大概到 四五十歲的時候 去參加一個同學會 結果找到她以前 舊的國小的愛人 然後回來跟她太太講說 我找到真愛了 那個人才是我真正愛的人 男生好喜歡那種 以前曾經得不到的 對 或者得到過又分手的 而且那個女孩子 對 那個女孩子是 當時全班都在追約的女孩子 這時候太太原不原諒 不原諒了 她不再原諒她了 可是她也不願意離婚了 我都已經四十幾歲 四五十歲了 我為什麼要原諒你 所以她就跟她講 我絕對不跟你離婚 我不原諒你 不原諒又不離婚 不原諒她不離婚 她不要讓他們兩個圓滿 對 可是你知道最後 這個男生就出去了 就沒有回來 就他們也沒有離婚 就這樣分居了將近十年 分居將近十年之後 這先生回來兩個都六十了 這先生就跟她講 過去是她錯了 反而兩個孩子跟媽媽講說 都老了 你就原諒爸爸吧 對 讓她回來吧 這太太還是原諒了 所以這個女人 在這一輩子裡面 總共原諒先生三次 都因為不同的原因 去原諒這個先生 所以你說女人 原諒先生比例高不高 蠻高的 何必呢 來 張勝出老師 我們就來看什麼樣子 為命格的女人 會原諒男人的錯 是 女人會原諒男人的錯 到底是對還是錯 應不應該 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但是我們要從命盤來看 她為什麼會原諒 那這樣子原諒 對她自己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們先來看 從夫妻公而言 如果夫妻公是太陰的朋友 其實她很容易選擇原諒 可是選擇原諒最大的問題 其實也是來自於 她有從一而終的觀念 我今天既然跟她在一起了 只要她不拋棄我 只要她還在外面承認 是我的老公 那麼她怎麼做 隨便她 算了 可是我必須說 這樣子的原諒 反而是不對的 這是姑息 是 也寵壞男人 這樣的男人 他就回不來了 你空有夫妻之名 事實上沒有夫妻之實 這樣的人 反而自己會過得很累 對 所以對於太陰 這樣子的原諒老公的方式 我反而會建議 不應該 但是第二個 太陽 落入到夫妻公的朋友 這時候我們看她原諒的原因 其實就有她的意義在了 浪子回頭 其實我們今天講 所謂的好好先生 像這樣子的太太 會知道好好先生 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先生 因為好好先生通常 要嘛就是說謊 否則就是無能 再來一個就是天真純真 還沒受過誘惑 好好先生也代表沒有打過預防針 對了 所以這時候浪子回頭 為什麼我們傳統說浪子回頭 金不換 他真正去做過了一些事 受到了挫折 這時候他打過預防針 出過麻疹了 其實他才會是安全的 小三當疫苗就對了 但是這就是從太陽的角度出發 以他的角度出發 我老公打過預防針 我是不是反而更放心 但是很多的老婆 在碰到小三問題的時候 因為背叛 他反而不信任了 這時候老公反而回不來了 其實這方向反而是錯的 所以浪子回頭 在某種狀態來看 這種原諒是比剛剛這個 不離不棄的要值得的多 再來一個是 天象落入到夫妻宮 你看天象這一顆星 對他來看 男人在外面逢場作息是應該的 各位如果看過紙牌屋 紙牌屋的女主角 他在演的時候對不對 他老公在外面歪欲 他完全知道 他完全認為說 但是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無所謂 甚至還會幫他掩蓋 甚至處理這樣的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講 天象這一顆星 為什麼要稱之為幫夫妍很強 是麵包遠比愛情重要的歌 現實比較重要 現實有需要 應該要怎麼去處理 這時候他不會把感情 放在最高的一個階段 他不會認為那叫背叛 出去逢場作息沒有關係 甚至還會鼓勵 好了 莊老師 沒有一題 就這一題我們製作 不要一直畫圈 不用講那麼多 好像 好想多聽 心情好好把這兒回來 嘿 好 來 由夫老師來幫大家做一個 測字占博 我們來站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最神奇 好 最神奇 我們男人在女人面前 就要扶手貼耳 對 我們就從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你一起來看一看 你未來一個月在哪方面的運勢最神奇 好 手 我也手 扶 我也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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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多是扶喔 嗯 扶不好嗎 鐵好了 鐵 鐵 好 好 好像只有呃 我們現場沒有人選 好 那觀眾朋友 你也選好了 我們現在來揭曉答案 從這個沒有人選的開始看起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是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聰明能幹 職場榮生 哇 你看 聰也好 職也好 都是耳朵部 好 所以這是工作運勢最神奇 就是 好 好 下面看一下貼 貼是淨存選的 觀眾朋友 也是這一個字的話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 帥哥美女 站盡風頭 哪方面神奇 當然是 感情運勢最神奇 80分 OK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 最多人選的這個符好了 這個符是兩位老師 篤蓮還有廖老師 都選這個符 看起來這個字好像不錯 觀眾朋友 你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辛苦工作 多繳關 穗金 滑丹 都交給政府了 神奇不神奇 很神奇 只是分數沒有那麼高 還是神奇 抱歉 50分 還好有得獎 好 下面是瑞德兄 跟蔡律師所選的手 觀眾朋友 如果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財神引導 賺錢之道 賺得非常多 金錢運勢最神奇 100分 好 來 我們來問廖老師 如果老公有外遇 他老婆發現 不管是第幾次 你覺得到底該不該原諒 為了家庭 為了孩子 為了這一輩子 我跟你講 有時候不是你要不要原諒 你就可以達到你的目的 有時候背叛者不要這個家了 他撤離就走了 他就不想要這個家 要跟你切了 所以你要怎麼原諒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自己過不了你那一關 你根本 他跟你做的時候 你就覺得 你浮現的是那個女的臉的話 你想你怎麼辦 所以有的人就是說 有的人是不能原諒 但是為了某些印度 譬如說經濟 小孩什麼 他又原諒了 所以那個婚姻其實也 後來也品質一直美下 美礦欲下的 但我覺得所以 對方要不要回來 你能不能真的是 完全接受他 要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接受以後 所有的疙瘩 你就真的不能有 對 也不能再一直唸 我這是生活過不下去 是喔 對 原諒了以後不能 這些事情不能再做 你唸人家他不是也很生氣 他被你唸一次就覺得 你不是原諒我了 所以我們才在一起 然後你再唸第二次的時候 他開始會毛了 就會跟你口角就有了 翻舊再來受不了 再來就是他越來受不了 那你怎樣 你不原諒 那我們為什麼要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樣 那這種經濟弱勢 那這種到底該怎麼辦 通常經濟弱勢都是 我跟你講有些人 富氣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要離婚的時候 不原諒的時候 女人要能夠自立 你沒有辦法有自立的 你越自立 離婚越容易 也越不會受傷 受傷比較容易恢復 你越自立的話 就是你在經濟上 在人格上都很自立的話 OK嘛 離就離 你既然去找別人就走 然後我自己有錢 但是我也要跟你要錢 那個就是 人格上也很自立 你即便要走路家庭 你還是要有一點經濟力 好 來 觀眾朋友 現在網路上也能夠看到 我們秘密好好玩的精彩片段 還要記得訂閱 好 也要來我們臉書官網按讚 來 謝謝老師 也要謝謝參加來賓精彩的分享 也要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整個收看 秘密好好玩 拜拜 拜拜 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所以你工作的部分做得特別好 特別要注意的兩個星座 第一個是天秤座 因為你情緒有點起伏 對別人不開心 然後會跟別人會一些冷漠 疏離 不想跟別人打招呼 自己生氣 調整一下 第二個是牡羊座 牡羊座你可能會做了一些 很白目的事 粗心大意惹別人生氣 你也要小心一點 在幸運顏色以及幸運數字的部分 風向星座是感染綠色 數字是6 火象星座是金色 數字是8 水象星座的朋友是綠色 數字是3 土象星座的朋友是黑色 數字是9